诚信党卡丽莎默因发表拒绝特赦前首相纳吉的言论 而向巫统道歉 但民主联盟党Muda坚持拒绝特赦纳吉的立场 也绝不为此道歉 穆大今天发表文告表示 这是该党的正式立场 他们反对任何试图拯救贪污罪犯的行动 他们认为纳吉不仅涉嫌单一罪名 而是有七项罪名 因此纳吉获得特赦会传达错误信息给公众 而且这种特赦会导致有权有势者无需遵守法律 与法律至上的国家原则相悖 因此他们将继续反对任何试图挑战国家司法廉政者的行动 穆大强调这是党的正式立场 不是个人观点或看法 并不会为此道歉 副首相阿末扎西证实 纳吉的特赦申请并没被宽涉局纳入国家元首所主持的会议中 他表示 申请于本月28日提出 但宽涉局认为 未来会有更适当的时机考虑该特赦申请 据我所知 相关特赦不被纳入会议中 因为宽涉局认为将会有更适合的时间要求特赦 接下来我们会等待首相署法律集体制改革的文告 阿末扎西强调 卡丽莎默应该能够区分个人意见和政党立场的区别 并希望他能够亲自与他见面 以给出解释 他表示 已与巫统吉兰丹州联委会主席和熟理主席见面 两人都希望卡丽莎默可以给予交代 他们都希望有交代 所以会出现如此的反应 而我也告诉他们 我们会好好的解决问题 不会再有任何一方出现类似问题 阿末扎西也语 人们不应只看某件事情的表面 也需理解其含义 好让团结政府里的19个政党能和睦相处 我们不要老是找寻他人的不同处 而是应看见彼此的相同处 阿末扎西是在昨晚与副首相署举办开斋节开放门户活动 接受媒体访问时 如是表示 尽管日程繁忙 首相安华也抽出时间出席此活动 但仅逗留不到一小时便离开 巫统前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穆沙 昨晚会见前首相敦马哈迪 恰谈马来人团结议程 安努亚指出 他在拜访马哈迪时 两人都同意 有必要加强马来人与土著的团结 以确保马来人再次主导国家政治核心 他说 当马哈迪谈到马来人的事务时 依然保持热忱 虽然我和敦马哈迪在政治问题上经常意见不合 但我非常敬佩马哈迪的领导 他对国家带来极大的贡献与影响 他表示 马哈迪到现在 其思想依然尖锐与充满智慧 在这个多个种族及宗教的社会 我们必须重振全民共识 让马来人重新主导国家政治 就像敦马哈迪当首相时 长期所做出的努力那样 安努亚在其面书贴文 这样指出 他也张贴多张 他与马哈迪会面的照片 巫统前雪州主席丹斯里诺奥马证实 他将在国盟旗帜下上阵雪州州选 既然我服务了30年的旧队伍 巫统把我堂出局 那我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我会以国盟旗帜上阵雪州选举 不过 他没有说明会加入国盟的土著团结党或伊斯兰党 他今日出席在沙南举行的开斋节茶会时指出 他肯定会以国盟旗帜上阵雪州选举 不会只是成为一名观众 因为自己是一名政治人物 肯定会参与政治选举 另一方面 在回应其女儿努鲁沙瓦尼将以土团党旗帜出征 单容加弄国席之下的其中一个州议席时 诺奥马坦言理解女儿对巫统的失望 因此不会阻止女儿以国盟旗帜上阵 作为父亲 如果他上阵州选举 我一定会为他助选 滨州西盟主席曹关友表示 目前只收到巫统要求谈判议席分配的信函 因此他们将先与巫统展开谈判 不过 他也认为应该与国阵 其他成员党谈判议席分配 曹关友是在今天的开斋节门户开放活动中 接受媒体访问时 做出了这番表态 当被问及宾州西盟何时与国阵展开谈判时 他表示希望能在本周内完成 针对沙一党所发表的 沙拉越开设赌场必大于利言论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拿督斯理张庆幸抨击 这根本是子虚无有 一派胡言 他指出 该党一直以宗教名义 在各种议题上进行诋毁 实际上是为了获取政治资本 沙一党频繁以宗教观点发表言论 打着为人民福利的幌子 实际上是以宗教名义 绑架了人民福利 甚至不惜牺牲沙拉越的经济前景和权益 作为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他不希望看到沙一党将每个议题都扯上宗教 将其政治化 并劝告沙一党认真反思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究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哪些贡献 他认为建立赌场可以推动沙拉越的旅游市场 创造就业机会 带动周边经济效益 为沙拉越创造更多外来收入 一旦该计划确定落实 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旅游景点也将提升 沙拉越政府可以善用该计划所带来的收入 来发展内陆地区 提高沙拉越民众的生活水平 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 何乐而不为呢 他强调 若担心赌场的存在会导致社会问题 可以设置良好的监管 如规定外国人可以随时进入赌场 但本地人必须遵守特定进入赌场的规定等 中东国家全民信奉一丝拦教 相比之下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宗教和种族的国家 然而 有些政治人物的思维举止 比一些中东国家更为保守 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随着许多中东国家逐渐走向中庸 如阿联酋将在今年举办2023年世界小姐总决赛 中东地区也有豪华赌场 许多曾被禁止的活动和行业逐渐获得放行 难道马来西亚 尤其是沙拉越的经济发展 就要被一些固步自封 唯利是图的亥寻之马 搞停滞不前吗